我背后是一架B-52 B呢美国的飞机分A A是强弃机 就是空中打击地面的 比如像那个A-7海盗 A-6 就是那个航母舰上 带一小胳膊收游的那叫A-6 A-7 F是战斗机 就是Fighter 美国现在用的空军用的最好的是F-15 海军用的是F-18A 大黄蜂 空军用的最好的是F-15 鹰 其次的是F-16 还有其他 轰炸机里有很多种 现在比如有隐形的F-117 B-1 B-2 但是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 打击能力最大 已知对人类自然和社会 破坏最大的飞机 就是我背后这个B-52 它是靠八台 喷气式发动机提供推力 你看在它上面几乎看不见 闲窗 一个绿红红的一个东西 它飞行的高度很高 所以它在高空就可以通过电子系统精确的投弹 既可以投像地毯是轰炸 轰炸越南投成绩 把那些树全给弄没了之外 它也可以投精巧的炸弹 也可以往下释放战斧式熊号导弹 海湾战争 1991年1月15号的海湾战争开始 最初释放的战斧式熊号导弹 就有B-52发射的 也有新泽西 密苏里和美国其他的那些战舰上发射的 一直到现在 B-52仍然执行战斗任务 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服役时间最长 对其他国战略威慑最大的战略轰炸人系 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大的战略 谢谢大家